逆央仙帝陨落之时 乌兰为何不救 乌兰对秦宇的态度为何截然不同 逆央仙帝当初之所以纵横仙魔妖界 是因为他手中拥有着众多神器 而逆央仙帝手中最强大的神器便是万兽谱 毕竟里面关着三只实力强劲的妖帝 其中的乌兰身份更是大的吓人 那么逆央仙帝陨落之时 乌兰为何不救他呢 乌兰的真身乃是神界的一族皇者黑鹰鹰 他无论是在出身上还是在实力上 都远比仙魔妖界上的妖兽强 身份层次上的不同 使得他不爱搭理仙魔妖界的人 即便后来逆央仙帝用万兽谱 将他从迷神殿中救出 乌兰对逆央仙帝的态度同样也是不爱搭理 不过逆央仙帝对于乌兰还是有救命之恩的 因此乌兰才会答应在逆央仙帝受到生命危险时 出手帮他一次 平时的时间里两人之间很少有交流 不过常年的相处之中 使得二人之间还是存有不少的勤奋 乌兰不可能就这样看着逆央仙帝云落 不过逆央仙帝作为仙魔妖界之中 拥有神器最多的仙帝 特别是逆央仙帝的手中还有迷神殿的地图 有了这张地图便能进入迷神殿获得里面的神器 有如此多宝物在身的逆央仙帝 怎么能不招人惦记呢 其他界的强者虽然不敢直接过来明强 但是在仙界的强者却可以暗夺 羽帝和玄帝便是一心想要暗夺逆央仙帝宝物之人 不过他们仅凭单打独斗自然不是逆央仙帝的对手 于是他们便开始联手追杀逆央仙帝 要知道羽帝和玄帝乃是一对夫妻 他们虽然单个实力不及逆央仙帝 但是他们联手之后 羽帝和玄帝手中的中品神器便会合体成上品神器 即便是九级仙帝也要避其锋芒 因此面对两人的联手逆央仙帝只好选择逃入迷神殿之中 而此时乌兰不出手的原因是因为 逆央仙帝即便不敌羽帝和玄帝联手攻击 但凭借一身的神器 逆央仙帝想要逃离两人的追杀 自然是十分简单 不过乌兰万万没有想到 逆央仙帝居然会踩到神界的毒虫 神虫的毒素直接入侵了逆央仙帝的灵魂 到这个时候即便是乌兰也无力回天了 逆央仙帝一死乌兰反而轻松起来了 毕竟以逆央仙帝的亲信 想要度过神节去到神界 仅仅只有五成的机会 乌兰要是继续跟着他有五成回不了家 虽说逆央仙帝帝乌兰回不了家 但为了报答逆央仙帝的救命之恩 乌兰还是守在了逆央仙帝寻找传人 起初乌兰见到是秦宇这个实力低微的凡人 成为了逆央仙帝的传人后有些不高兴 不过当乌兰见识到秦宇手中的蓝风傀儡后 乌兰瞬间便激动了起来 当即表示能遇见秦宇是他这些年最开心的一天 原来秦宇手中的蓝风傀儡乃是蓝书所赠送 炼制蓝风傀儡的材料并不是凡人界或者仙魔妖界而来 这种材料只有神界才能产出 离家多年的乌兰亲眼见到秦宇的身上有神界的东西后 便立马意识到自己很快就能回家了 此时的乌兰并不是对秦宇有信心 而是对秦宇身后的蓝书有信心 此后乌兰为了让秦宇尽快成长起来 便开始为秦宇护道 使其在仙魔妖界之中修行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